我們要再次跟各位強調 比熱大,溫度不容易變化 比熱小,溫度容易變化 當我們要比較的時候,有個前提 要說質量要一樣 質量如果不一樣,就不能直接用比熱來比 要用質量乘比熱的數字來比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提到 這是第一次考質量不一樣的時候 他說,許得比熱是1 A的比熱0.6 然後加熱,其中甲是100克的水 乙是100克的A 餅是200克的A 所以他的 質量是不一樣的 這個曲線,加熱曲線圖 花了多少時間,溫度變化有多少 請問你對應的關係是誰對誰 ABC對應誰對誰 OK 那 我們老師說過,圖形比大小,直畫一刀 或者是橫畫一刀 凡是要比較在相同的基礎上 直畫和橫畫就是要有一樣的基礎 我們現在直畫一刀 表示加熱相同時間 A的溫度變化最多 C的溫度變化最少 所以加熱一樣時間 吸收相同的熱量 一個溫度變化大,一個溫度變化小 我找有中間的 好 那公式叫H等於MSdelta T 你就可以往裡面帶 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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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的熱量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的E是一樣的 這表示東東都一樣 然後要相乘過來 所以這個如果越大,這個就怎樣 越小 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當我質量不一樣的時候 我要比較,我要看的是 M乘S怎麼樣 M乘S來看 如果我的熱量一樣 那麼這個M乘S小 Delta T就大 所以就表示溫度容易 變化 假設我給的是一樣的溫度變化 這個MS大 表示所要吸收的熱量就會多 表示溫度就不容易 變化 所以如果質量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來比的時候 不是直接去比 不是直接去比 S誰大誰小 是要比質量乘比熱誰大誰小 那我們看完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關係是這樣 我們就曉得 誰的溫度變化會最大 乙的變化最大 誰會最小 丙會最小 所以 就了解 那這裡誰最大 A最大 誰最小 C最小 所以對應關係 就應該是選B 就選B 這是第一次考 質量不一樣的時候 結果 每兩年 學測就考了 這一題 這一題 他說有85克的 油跟85克的水 加熱曲線有甲跟乙 好第一件事情你要判斷 誰是油誰是水 誰是油誰是水 他底下要告訴你比熱了 一克的油上升需要0.6 一克的水上升需要1卡 然後再來換一個某液體 這個某液體是170克 質量不一樣 然後這東西的比熱是0.5 然後請問你他的曲線對哪一條 他曲線對的是哪一條 第一件事情你先要知道 甲是油還是乙是油 甲是水還是乙是水 然後你就知道 他應該什麼結果 第二個 不能夠直接看比熱 因為這裡質量 那個170克跟前面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然後想要看誰 要看的是質量成比熱的狀況 才知道容不容易變化 對誰 對在哪一區 跟甲重疊跟乙重疊 或者是落在一區 或者是落在二區 或者是落在三區 他沒有三區的選項 哪一區 或者是跟誰重疊 如果跟甲重疊跟甲完全一樣 OK 這意思 停車戰界問 你覺得答案是哪一個 7-7 7-2 你答案哪一個 你答案選B 2 請坐下 你答案選B 你選2 直切一刀 橫切一刀 直切一刀表示加熱時間一樣 吸收一樣的熱量 就發現甲溫度變化大 乙溫度變化小 同樣的質量 那都是85克的油跟水 所以變化大的比熱小 所以甲是油乙是水 所以甲是油乙是水 然後呢 現在呢 換了170了 那個質量不一樣 所以不能夠直接拿溫度變化去比 要用 看公式要看到知道是要用質量乘比熱去比 好 以相同的加熱時間判斷 MS XXS比較小的 標準就會比較大 所以要看的是質量乘比熱 那我往裡面直接帶數字 水帶出來是85 油帶出來是51 某液體是176也是85 所以它跟誰一樣 它跟水完全 一樣 所以它就是 它跟水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呢 跟 誰是水啊 你是水 所以答案就選豬 人人就選豬 它跟 乙重點 這就是 質量不同的 學測考過質量不同以後 大家就愛考質量不同了 所以考試的時候請注意 我告訴你一個重點叫做 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改變 比熱小的溫柔易變化 但是要這樣子比較 必須質量要 一樣 如果質量不一樣 就不是 比較 比熱 是比較 質量層 比熱的結果 質量層比熱比較大 溫度不容易變化 質量層比熱比較小 溫度容易變化 這請各位同學 注意的事情 OK